Ladies and Gentlemen 当然我会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 首先请我们的领导小组的几位成员做一个作教 我叫Win Surf 我是曾经入Google的副总裁 也是领导小组的牵头人 我是帕娜的成员 我是领导小组的一员 我来自于埃塞尔比亚 也是领导小组的一员 我是Hiri Oshido 是日本内务省的副部长 傅大成 我叫李师傅 我并不是领导小组的一员 我是总部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电信贸易协会的主席 我是国际商会的主席 我们代表着4500万个企业遍布170个国家 也是涵盖了大中小型企业各个类别 我是一个电信企业的CEO 我们在西亚中东和北非为几亿人提供了连接 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介绍的时候 我都想去祝贺我们领导小组成员 以及其他代表的折月的成就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打造我们所想要的互联网的话 那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够算成功 2005年很快我们的VSIS将迎来20周年 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 大家就会问了 IGF是不是需要继续推进下去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从很多层面上来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来自于在座各位的 因为你们都在这儿 也就是说明了 你们看到了这场会的意义 看到了IGF的意义 我们作为领导小组的成员 我们需要把这些价值观清晰的加以传递 那么这样将会由联大来决定 IGF需要不需要推进下去 但是需要我们来讲出我们的想法 提出我们的见解 所以我也是要求在这段会上 主要想请我们的领导小组 各位成员和受邀的代表讲一讲 我们哪些事要继续做下去 哪些事可以停止去做 哪些新的事情要去增加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以及参加IGF 你们都获得了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会议室当中 有很多方面的代表 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届 IGF 所以我们的到来 也是在IGF的历史上 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次也来了线下6000人 线上2000人 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模式的重要性 所以就想听各位来讲了 那么另外一点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的 那就是2024年的未来峰会 2024年9月的未来峰会 我们对职业充满了期待 在未来峰会上 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了 全球数字契约的内容是什么 它的大概框架是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讨论 全球数字契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这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领导小组 认为IGF应该能够帮助评估 全球数字契约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以及全球数字契约 现在已经开展的工作 哪些方面需要改变 所以在座每一个人 都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好 您刚才还没做自我介绍 抱歉 漏掉了 卡罗斯 来自于巴哈马共和国政府 好 领导小组呢 也希望能够应邀去巴哈马开会 好 我们看看领导小组的哪位其他的成员 能够补充一下我刚才讲的 但是我们今天过来呢 主要是来倾听的 但我先想问一下我们领导小组的其他的组员 有没有要补充的 想说的 谢谢 Vint 上星期天 星期天我们提交了我们想要的互联网这个文件 Internet we want 我们需要大家都来帮助我们 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 来共同的去推进我们的愿景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们在接下来一年当中 我们实现我们的愿景还有那些主要的上代克服的障碍 你们在座各位 我们作为IJF的会员 你们有更丰富的想法来告诉我们 在你们各自的地区 在你们各自的国家当中 在全球社会当中实现我们IJF的愿景 还面临着哪些障碍拦路虎 这样和我们一起来规划一条实现这种愿景的道路 而且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呢 要有具体的小目标 要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来进行衡量 我们希望能够取得更快的进展来实现我们的愿景 谢谢 Lisa也要发言是吧 我很快地做一点补充 Maria刚才讲得非常对 需要各位来给我们提意见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互联网 The Internet we want 同时呢 我们也要和其他的群体去广泛地 跟他们去磋商 而且呢 还要做更多的外宣 外联工作 不光是围绕着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还要围绕着领导小组要去解决的其他问题 我必须要承认啊 在过去我们去 IGF的18年当中啊 我们经常在谈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The Internet we want 但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经文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样的互联网 The Internet we have 而且呢 我们该做哪些事情 让我们已有的互联网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们所面临的障碍 是因果而异的 虽然美国互联网普及率 已经非常之高了 但是 我们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还不太好 我们斥资400亿美元 再提升美国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 还有大量的改进余地 但今天主要是给各位 我们是来倾听各位的想法 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领导小组的各位 推进IGF的工作 我们需要做什么 需要知道一些什么 好的 这个两边都有麦克风 大家 这个就走上来 提问 密书处也在记录 而且呢 这个 这一节会议呢 都是录音的 先介绍一下 然后呢 再发言 已经下午了 我是代表 我是 原SDN 还有这个菲律宾岛国商会的代表 我有几个问题 问一下嘉宾 那么互联网发展非常快 对每个国家的GDP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呢 那些机会公司和相关的企业 不会在农村地区投资 那么怎么样把边缘地区 农村那些没有得到中国服务的 这方面的人和群体 通过政策和立法 来刺激对这些人和这些地区的投资 怎么样做 Hattem 好像举手可以回答 Hattem 然后呢 Hattem 现在 有这个全球的服务基金啊 还有那些 对那些 这个在农村地区投资的技术公司 采取税收优惠的措施 比如说美国承诺 这个农村地区投资400亿美元 不光是美国 其他很多的国家 所以呢 在政府监管部门 技术公司之间 有这样的对话 不光是把 这个技术公司能下金蛋的经济啊 有时候需要在税收方面政策 刺激他们 在农村地方 农村地区投资 你们这样做的话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很多技术公司 包括GSM 他们要在任何地方投资 但是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们需要政府啊 这个各方面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我同意这个农村地区 需要出台一些优惠的措施 因为在那些地方投资是不活力的 所以呢 需要采取措施 政府需要采取措施 所以呢 我觉得 这种基金啊 或者全球服务的安排 当然了 即使这样做的话 也不能覆盖 所有的农村地区 所以呢 可以采取新的技术 那么大家都知道 移动技术帮助发展农国家呢 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尤其针对那些固线技术 还有呢 可以采取卫星通讯的技术 或者是那些高纬度的枢纽系统 这个50到100这样的距离的空间可以覆盖 在农村地区进行有效的覆盖 所以呢 私立部门 政府 使用这样的新的技术 是很好的一个选项 还有这个低轨 低轨卫星 他们是覆盖 如果实现目标的话 可以覆盖地球上任何的地方 这是技术方面 还有业务的问题 就是说成本的问题 来覆盖这些农村的地区 那么如果成本不够低 一个是需要这种多层次的卫星 需要加强竞争 降低成本 然后还有一种补贴 政府的补贴 来帮助这些农村地区的居民 否则的话 他们就不能够有这样的服务 所以呢 我敦促大家 推动这个事情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 谢谢 Peter Booker Wall Summit Awards 主席 03到06年 您是我们董事会的成员 所以 你知道我这方面有一个旗舰 技术的旗舰 我们需要的互联网 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技术的旗舰 03年 是 五个公司 五个公司 在互联网上占据了全球 全球的互联网广告 市场占额 占比占的54% 但不光在互联网 就是整体的全球的互联网市场 所以呢 互联网 在这个经济集中度方面 它是一个推动器 美国 就是那些 这个 在过去六周 有五百多个这样的 媒体被关闭 那么尤其那些当地的媒体 那么结果呢 很多本地的人 当地的人没有当地的报纸 或者媒体 也就是说 影响了他们参与政治进程和民主进程 在这些层面 然后呢 很容易受到这个错误信息 误导信息的误导 所以呢 我觉得 我们非常有必要 怎么样来解决市场的垄断的问题 通过技术 互联网技术 那么 那么领导小组或者是 未来两年评估的时候 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权力的改变 这是基于技术的一种权力的改变 我回应一下 其他人也可以回应 我觉得 那么 那么 企业的模式 有技术 他们在变化 不过呢 领导小组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要确保 IJF呢 能够请到 能够发挥作用的人 参加 可能是立法的 监管人员 或者是议会 或者是 那些有新的 业务模式方面 有想法的 这个人来参加 为什么我要回应呢 这个问题 因为我希望你懂一点 我们领导小组 不是说决策的地方 是推动 希望获得 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答案的 这样一个机构 理解理解 谢谢 比如说 感谢这个 非常好的文件 内容非常好 我觉得 通过这个对话 获得你们的反馈 然后呢 密集处也会开放这个文件 公众进行评论和反馈 这样来解决 减少你刚才讲的 所谓的旗舰的问题 谢谢 谢谢 还有第三个麦克风 我刚才没有看到 可能没有拍到 Chad Gassero Miro 进步通讯协会的负责人 我想问一下 就是领导小组 把IGF成果跟其他的进程连接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IGF呢 它是 就是 就是连接的这样一个机构 你把不同的进程 把它连接起来不容易 尤其是 尤其是同时的连接 而且在未来保持连接 非常难 因为涉及到资源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领导小组 怎么样把这个进程进行关联 用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 从而帮助包容 确保 那国民社会和其他理想官方的充分参与 那么 也这样做的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规划 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 我们 如果 你要求我们做反馈的时候 我们就没法反馈 没法做贡献 因为我们根本 不了解这方面的进程 所以就没法参加 没法做贡献 那么 写邮件 我们特别喜欢 这个大家通过邮件 来进行评论 同时我想补充一点 MAC 除了领导小组之外呢 也是IGF的生命线 没有他的话 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活动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意识到这一点 就领导小组和 MAC 以及所有的IGF之间 有很好的联系 另外一件 另外一件 就是地区和国家的IGF架构 可能有时候比年会更加重要 因为他们是本地的机构 他们非常了解本地的问题 他们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如果你希望听到 如何听取你们反馈的具体意见 首先电子邮件 直接写给领导小组 通过密书处 这是一个路径 这样我不知道是否这方面需要补充 是否有别的什么渠道 我们也会邀请大家点评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某版让大家评论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些草稿 邀请大家进行评论 Lisa 那么很多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 但是呢 需要本地的加以解决 而且必须在根据本地的国情情况 解决 IGF一年一次联会 不过呢 我们的地区 在国家和地区的IGF成绩 不断受到大家的意见 然后呢 经过分析再反馈到我们 无论是Internet We Want 还有其他的工作 我们都采取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介绍一下自己 科威特的一个automatic company 感谢给我这样的机会 IGF18年了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演变 变成更好的一个论坛 IGF成功的秘诀 就是它的包容 包容性 我们都是多立相关方 对话 沟通 而且是平等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 就是这个 讲这个最佳实践 能力建设 政策对话 然后成为一个综合的互联网治理机构 我们聊天 我们谈 我们同意 我们不同意 我们达成共识 哪些可以做 哪些往下是可以做 继续地进行讨论 所以呢 我觉得 让IGF变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 它在不断地演变 而且变得越来越好 应该是这样 今天我们讲数字 那么数嘛 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就是数字 对很多人说呢 那两者是同一词 但是呢 不管 我们 希望IGF变成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 178年的时候 有了IGF Plus 然后呢 它又变成了这个全球数字契约 我们的担心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呢 IGF的包容性 应该永远保持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 所有的 立项官方平等的 来参与 这些问题的讨论 而且 基于结果的 一种论团 我们成功的 也不见得永远是 它有成果 有时候没有成果 所以呢 这方面也是它成功的秘诀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一定要取得成果的压力 也就是说 这种 非成果 导向的 应该继续保持 作为IGF的一个特点 9月份会有峰会 那么 我们会讨讨论 IGF演变的过程 比如说 搞一个全球数字契约等等 我们的一件事 那么 到现在为止呢 它是一种政府 政府间的一种论坛 同时 我们也希望 它继续保持 这个 多立项官方 也就是说 除了政府之外 其他的立项官方 也能继续参加 这是我想强调的 这是我想强调 我相信领导小组 所有的人 就是呢 大家完全同意 就继续保持 他的这种 多立相关方的性质 它是最基本的 非常重要的 一点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你提了两个问题 IGF 它的职责是否要扩大 是的 需要地方改进 有地方 我打断一下 我觉得应该继续 可能会进行讨论 但是我们是希望 它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职责 我也是希望如此 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所做的 我们是扩大了 国家的IGF 差不多一年半以前 我们的档案 是的 我们应该扩大 我们的职责 同时没提出了 改进的建议 总共提了16条 改进建议 我不可能都读出来 但是有一些呢 可能是大家愿意听到的 三个 有治理 有对话 有结果 在治理这部分呢 有一个建议就是 IGF的决策机制 必须要提高透明度 而且呢 也要得到坚实的 资金上的支持 这是治理方面的建议 然后在对话方面的建议呢 讲到IGF 要更加聚焦 现在IGF好像什么都要解决 那么这样呢 在大部分情况下呢 又不得其要领 而且呢 在决定开什么样的分论坛 或者是专题会的时候呢 这个决策过程要更加透明 另外呢 IGF的开会的时候呢 不要老是做正式的报告 要更多的讨论和互动 同样重要的是呢 人们参加到IGF的时候 要讲清楚自己代表什么样的组织 代表什么样的利益 他们代表着怎么样的利益群体 来参加IGF的 好 讲到拿出结果 results这方面 我们认为啊 IGF应该拿出更加具体的建议 比方说国家层面的和国际层面的互联网治理的政策 是在这方面 IGF的成功还不够 而且呢 IGF也应该去促成 在联合国其他机构当中的对话 而且呢 要制定标准和标准的案例 这样呢 能够在国际层面 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 来加以借鉴 我整个文件会发给你们的 是的 请一定要发给我们 我们也要把您说的这个文件 在整个IGF分发 同意吧 同意 我非常同意 但是你刚才用了标准这个字 你讲的是什么标准 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因为你刚才讲的 就是实践性的标准 因为在此前一段会上 我们也讲到了 要有提升 或者是减少互联网 以及数字化的探足迹的标准 需要有 那在你出台标准之前 首先要总结最佳实践 所以我们仍然能够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学习已经有的先进经验 让大家都能够借鉴 好 但是我还想往下追一追 我原来以为您可能讲的是 制定技术标准 我们这个委员会领导条组 不是制定技术标准的 好 你刚才讲的这个报告 一定要发给我们 我们也在整个IGF当中去分发 就是中间 这样吧 我们中间这位 对对 你现在站着呢 说吧 你够不着的话 你可以把麦克风拿下来 拿手里说 谢谢 我是一名肯尼亚的议员 而且呢 也是议会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委员 我是负责 我认为在 我们可以用数字化的工具呢 把公民和议会 以及议会当中的参议院 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呢 数字化工具 是我们的公共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参加这样的讨论 对我们也非常有帮助 那么现在 是不是能够出台一些计划 就是我们出台一个叫做 全球宣言 或者是全球性的法律文件 来管辖互联网领域的事务 这样呢 能够让各个成员国去签署和加入 一旦有了互联网领域的国际法呢 我们就能够去消除数字鸿沟 以及能够让妇女 女童难民移民群体 这些弱势群体呢 得到更加充分的包容和融入 同时呢 我们也有太多的事情 是需要去数字化 比方说在肯尼亚 今天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还是支付现金 那然后收现金的时候呢 又出现了很多腐败的行径 就公共官员 那只要我们的数字 我们的支付能够数字化 就能够避免腐败 无现金的交易 也能够打击腐败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互联网方面的全球宣言 就像我们已经有了人权全球宣言 妇女权力全球宣言 残障人士全球宣言一样 我也希望是不是现在到了一个出台 全球宣言的时候了 非常高兴您能够来到会场 也是说明了IGF的号召力 和欧洲地区IGF的一名工作者 那对领导小组而言 就IGF的未来而言 IGF如何去促成 进一步的增进NRI的工作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要更多的交互 要和NRI之间进行 和地区的组织进行更多的交流 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制 也包括由IGF的代表 去这些NRI访问 我也知道在NRI之间 是有定期的协调会的 那我也建议IGF的领导层 有派人去参加NRI的定期的会议 好 用中间的麦克风 在推进IGF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是有争议性的 如果我们从SP当中 拿到IP地址 会有商业性 我们想做的是 要让每个人有权利 创建自己的IP地址 这样就让世界各地的人们 将来无论是在地上 在空中 在海洋当中 以及将来当人们生活到月球上的时候 都能够创建和拥有自己的IP地址 而不是分配给他们一个IP地址 在日本 我们90年代的时候 日本的电信行业 特别是NTT这个运营商 法律要求NTT不能够同时成为互联网服务 供应商 ISP 那么这样就使得日本的互联网的发展 具有高度的多样性 而不是由运营商来主导 而且我们的软件 在日本的互联网的软件 也允许个人去发起 ISP互联网服务 但是电信公司 它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官 因为他们是基础设施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确保 互联网的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能够保持协作和创新 我们有很多先进的技术 但是和解决方案 我希望IGF的进程能够进一步的开放 而且能够进一步的帮我们来分享 这些新的想法 我要做一点回应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刚才您介绍的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就是让自己来创建自己的IP地址 但是讨论这个问题 并不在我们的领导小组 而是在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互联网工程设计工作组织 去提您的这个问题 好 我的右手的这个麦克风 各位领导小组的成员 我来自于阿塞拜疆共和国负责数字基础设施 我们也开过IGF峰会 在我们的峰会上 我们也讲到了互联网和所有的相关的基础设施 以及阿塞拜疆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 我们也非常 我也想代表阿塞拜疆的青年 包括我的儿子 向你们致于最诚挚的祝愿 他正在线上观看这个会议 我也希望互联网支付能够来到阿塞拜疆 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各个国家的政府 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互联网的接入 到2024年的时候 我们在阿塞拜疆 希望能够实现 百分之百的可负担的 至少25个MBPS的互联网连接 无论我们的公民 在阿塞拜疆的哪一个地方 都能够享受这样的网速 而且我也希望IGF的工作 能够持续下去 因为IGF 从信息社会峰会以来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也参加了2003年日内瓦的峰会 和2005年的峰会 而且IGF也是联合国旗下的一个机制 那您认为 不同的联合国的机制和组织之间 围绕着互联网的可接入性和可负担性 应该怎样进行协作 而且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倡议和不同项目 比方说在阿塞拜疆 我们推进的是光纤基础设施 有些国家推的是卫星连接的基础设施 我们如何去打造一条数字化的丝绸之路 并且在实现这样的愿景的过程当中 IGF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把地区的和全球的倡议聚合在一起 首先非常感谢阿塞拜疆曾经主办过IGF的峰会 我也非常喜欢阿塞拜疆这个国家 讲到哪些技术能够增进 对于改进对互联网的接入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 卫星连接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以及光纤网络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就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都能够进一步地改善互联网的连接 感谢您的发言 谢谢 来自于毕马威 在荷兰工作 负责任的AI 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非常荣幸 我能够参加到IGF的工作当中 能够成为这个社群的一员 我从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角度 我现在在咨询工作过程中 在毕马威工作 我非常赞赏 IGF的多利益相关方这样的模式 IGF的模式 但是接下来围绕着全球数字企业 我们将进入谈判阶段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了 那么这样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 或者是结构 接下来该去向何方 包括IGF和其他的类似的论坛 因为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 我们非常鼓励私营部门来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且非常重视来自于私营部门的见解 我认为这个模式必须要保持不变 要坚持下去 而且我也是希望领导小组 要去坚持 让我们的模式 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能够保持下去 请你们多做工作 我向你保证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坚信 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有效性 而且呢 现在我想高兴地告诉你 联合国已经接受和支持了 IGF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进程 某种意义它也是一个多边进程 所以呢 我们也会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来确保多利益相关方的进程 能够持续下去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来自于加勒比海地区电联 我是这个加勒比海电信联盟的秘书长 我也 我向我的同事 刚才的发言人表示祝贺 我也 支持 刚才围绕着NRI和IGF合作 我们向加勒比海地区的治理 互联网治理论坛 作为一个地方的IGF历史 也是最悠久的 然后呢 我也想希望通过IGF的发展 能够支持小岛 小型岛屿发展中国家来主办IGF 同时呢 我们对于全球数字契约 通过这样Deep Dive这个项目 也提出了我们的见解 我们支持GDC的进程 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并不需要另起炉灶 因为我们参会的资源呢 也是有限的 时间也是有限的 而且呢 你像ICAN也有自己相应的工作 所以一方面呢 我们要推进全球数字契约 但另外一方面呢 IGF应该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机制 把互联网治理的方方面面聚合在一起 而不需要另起炉灶 另外我们 我们还要去进一步的降低 IGF的参与的门槛 我希望加勒比海国家 包括巴哈马斯 巴哈马能够给到这样的 被给到这样的机会 也再次感谢日本的热情的款待 和精心的办会 可能到我们小岛国家 来办IGF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是要线上线下 相结合吧 因为我们的接待能力有限 非常感谢 你这讲的也是很有意思 让小岛发展中国家来主办 IGF 过去 你看我们在日本的办会的模式 是邀请大家都到会 有一个国家来办会 那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考虑一下 IGF开年会的时候 能够让几个国家来联合主办呢 这样呢 大家能够共享自己的能力 这也许可能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可能有几个国家来联合主办 这样能够给小型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小型岛屿发展中国家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办会的时候 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主办方 参加进来 虽然这个会并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 国家来办 我来自于英国政府 主席先生 首先感谢您 感谢领导小组的各位成员 感谢你们的工作 感谢你们的贡献 为IGF做的贡献 非常高兴 看到各位能够坐在这儿 听大家的心声 回答大家的问题 这我讲的第一点 我想讲的第二点呢 就是你们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迎来 VSIS二周年 VSIS加20这样的进程 对于很多人来说 IGF 特别是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 和IGF相关的倡议 已经对于我们制定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政策来说 发挥着越来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对于我们的协作的方式 我们的交朋友的方式 我们取得进步朝向的信息社会 和互联网治理 都发挥着具有基础意义的作用 我们希望IGF的进程 能够继续下去 并且进一步的得到发展 我们希望VSIS加20的进程 能够让大家产生一个新的认识 就是互联网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 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 互联网发展的过程当中 前方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希望VSIS加20的进程 能够提出 我们的协作努力的基础价值观 并且进一步的强调 在互联互通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并且打造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的重要性 主席先生 我们希望领导小组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继续你们的杰出的工作 第二 要给IGS更多的支持 支持他们 接触的工作 尽可能地加强 IGS 他的秘书处的工作 要确保 大家能够跟那些高级别的利益相关方 去进行沟通 让他们也去理解和了解 这个工作的延续性的重要性 中间 然后左边 中间这位男士 然后再坐左边 然后再左边 有请左边这位 非常感谢 来自尼日尔 要感谢 您所做的工作 做出的贡献 对于互联网治理 我们是希望能够将这个 工作的这个mandate 委任能够延续 这个工作呢 不管有没有IGS 它都非常的重要 都必须要持续下去 但IGS呢 它能够让我们在一个 非常安全的环境 畅所欲言 跟其他的这些利益相关方 同时去讲 我们平时可能不太敢讲的 一些问题 在真正进入公共政策之前 就进行充分的讨论 要不然真正进入政策了以后 可能就太晚了 再进行这样的对话 那我们IGS如何提高呢 我觉得这个资源 很重要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我们的同事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 就是给秘书处 提供更多的资源 跟IGS的互动应该更加简单 我们要打造一些工具 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充分地参与 IGF的讨论和程序 不用来现场 也能够参与 就是直播啊 这样的方式 我们觉得都很好 要找到足够的资源 来支持这样的做法 包括最佳实现的论坛啊 还有主要论坛 都有哪些讨论 有哪些成果 都让大家知道 让他们也能够充分地参与我们的讨论 再讲一点 就是我也会根据您的邀约 提供书面的意见和建议 就是这个整个会议啊 应该要更容易参会一点 因为我们一场会赶一场会 同一个话题可能是有三个会 然后同样的嘉宾在发言 我觉得应该要把 如果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把三场会都全部纳成一场 而不是总共应该不要超过20个会 比如这样呢 我们屋子里可能不仅仅是100个人 可能应该有400个500个人来参加这场会 来听这场会 讨论这些重要的议题 我还有更多的想法 但我会给您提书面的建议 很好啊 感谢您的建议 这个会很多 大家都在说 我们应该要更好地来把这个话题啊 进行组织归纳 现在 Niger他也在这 他可能也是听到了 大家提的这个呼声呢 大家的呼声 要重新的 调整一下会议的结构 谢谢主席 我可以用法语发言吗 是不是太难啊 不难 我得要选一下频道 非常感谢 说法语不是为了娱乐大家啊 而是我想说 这个次会议呢 用了这么多的联合国的语言 我觉得让我讲讲法语也挺好的 我在这就不再重复 其他人讲过的内容了 但我想说 IGF 他应该 还是有很多的 这样的反对者 我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 我是 代表欧盟委员会 当时我就说 应该是从国家层面 地区层面 然后再到国际层面来讨论 但他们就说 哇那太复杂了 会议太多了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地往前推动事情了 现在我好像理解一点了 我觉得现在 我们现在当前的状况就是 我们有这么多的国际组织 说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觉得 哇太复杂 把情况保得特别的复杂 有这么多的文件 秘书长的文件 有ITU 还有教科文组织 这么多人都在做工作 但我们个人要干嘛 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根本都跟不下来 隔壁 可能是瑞士的政府说 说哇这个多元 这就是多元化 这就是这样的 但我看到这儿 这个会议的数量在不断地在增加 这么多的程序呢 都在往前进展 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人 这根本就是跟踪不过来了 那我就是代表着我们的这些最终的使用者 最终的用户 我们跟不了了 我叫Sebastian 我忘了 我是代表Dizok 来自法国 同时呢 我也是Ecan的最终用户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有介绍我自己 不止一次啊 大家都跟我说 这些会议 咱要不要搞那么复杂 我们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可能结构上再简化一点 在未来的会上 在其他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 特别小组的 可能也是的会上也是一周开 好 一百个会有可能 你好 我叫 Anido 来自埃及政府 我想说 建这个领导小组 非常重要 是秘书长 促进数字合作的一种要里程碑 感谢您所拟领 和开展的工作 现在对于IGF的兴趣 全球都在与日 聚增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 讨论的最 就是领导小组的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呢 就是要让IGF的影响力更大 刚才我听大家讲到了 我们大家都在讨论 IGF的影响力 很大 而且呢 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我还想要再讲 这个全球数字契约 GDC 可能很多人已经讲过了 但 如果说你来看一看 我们的联合主席 他 联合主持人 他给了这个报告里面 他里头就讲到 我们不要闭门造车 要填补全球数字合作的空缺 应对现在 日新月异的技术的变化 我们希望领导小组 能够继续 失利 但我们也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希望领导小组 能够跟IGF的 其他的工作 能够要有合力 特别是跟IGF的各个构成部分 包括Mac 还有NRI的工作 要有更多的沟通和协调 IGF的所有的这些 工作的轨道 都应该要有合力 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 尤其是未来峰会 我们IGF的社区 所提出的这些建议 应该是要在未来峰会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非常感谢 我们也在讨论 领导小组 跟其他的这些 IGF的这些机构 我们应该要 有更多的沟通和协同 我们现在时间 已经不太够了 请您尽简短的发言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来回应您 我也用法语发言 我有两个评论 是关于IGF的 给到领导小组 我们今天一开始 听到的内容 都特别有意思 我们经常听到 提到的一个词 就是利益相关方 还要有包容性 让更多的人参与 我们应该要把IGF 要扩大 让没有办法来这儿的人 他们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能够在线上来集体参会 这样也能够去 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而且跟我们互动 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在谷歌 参与了很多的活动 让我们能够 把这个活动的内容 传递给 没有办法到现场的人 我们讨论些什么内容 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不是可以 打造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IGF的这个同期召开 要跟他们讲 IGF到底在做些什么 发生了些什么 同时呢 可能是一个更加 有包容性的这样的一个会 你可以注册 在线上去开会 更容易在线上 来参加我们 提高它的可及性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现在的这个注册的程序 我知道我们 应该有一个简单的 一个链接 点了以后 就能进去 但现在连注册 都特别的麻烦 我们也讲到了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能力 就是要更多的进行培训 包括人工智能方面 能够怎么样让更多的人 提高他们的能力 我们真的应该要去重新审视 教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能够把这些信息 提供出去 打造这样的一种环境 这样呢 让我们 能够更多的去理解 我们在做些什么 在地方层面 其实需求很多 我们应该进行培训 进行支持 要有当地的利益相关方 参与进来 这应该是我们 努力的核心 另外呢 我们要去关注 风险 不同的创新 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 也是可以做出贡献的 我们可以一起 为这个新的机缘 做贡献 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项目 非常感谢您讲的简短 而且呢 是一言重地 我们确实是希望能够 增加大家线上参会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要结束这场会了 感谢大家 各位的发言和 宝贵的建议 我们会尽可能地 跟大家 报告一下 就是大家给我们提的这些意见 我们消化的如何 我们就 希望在明年的未来峰会 和20周年之际呢 到时候跟大家汇报 我们消化的结果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会 谢谢